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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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喂!Hello hello!大家好! 今天是2021年11月27日 一集那麼大把啦! 曾經的講過這個洗米華 又是叫周卓華 喂!他也都挺多fans的 就是我都見到有些留言呢,很明顯就是他那邊那些的,行走江湖數十年,怎麼都會認識那些人的,更何況都有些澳門人,懂得講廣東話的嘛,於是乎看到的時候,都曉得講什麼的,上回講的時候呢,就是講著他,就牽涉到一宗叫做國安大法裡面,說他涉嫌資助,可能是教唆啊各樣,但是呢,沒有證沒有據的, 純粹都是其他人,以俄就傳俄啦,當然啦,背後那些東西啦,你找另一個華出來,以華製華,哪個以華製華啊,當然就是李桂華啦,哼,你找李桂華出來,他制住這個周卓華,洗米華,那到時呢,他真的不方不洗米啦,又或者洗完就沒得吃,那上回都講過,就是,無論你人留下也好,錢留下也好啊,就是周小龍就說, 錢,啊,可以走,人,一定要留,那其實沒有分別的咯,因為到最後呢,可以準備這個電話簿,啊,這樣啊,兜心口的嘛,是吧,那話說發生了什麼事呢,其實啊,做一條叫做引渡的條例,再做一些安插出來的罪名啊,那兩樣東西夾在一起,就相得益彰啦,所以今時今日, 你見澳門那邊,哇,權盛震動,很簡單,沒有人相信呢,你做黑黑那些,是會敢於和最頂的頂爺作對的咯,那就是說什麼呀,一定是合作的關係的嘛,Fan來咯啦,如果不是都不會有7月21號的事件,是不是? 那既然這麼Fan了咯,咯,但是,為什麼呀,要這個拼盤大全席的時候,啊,就找餘獵署來捏了他咯,就不回呀,周卓華,走不掉咯,所以就說咯,無論你人也好,錢也好,兩樣東西都要徹徹底底,高歌一曲,啊,就是萬文偉那個發妻啦,這樣才為之安全, 否則的時候,任你天皇老子三頭六臂,啊,到最後他就好像蟹柳一樣的咯,逐隻臂膀這樣頂出來咯,還跟你說,啊,那些蟹膏,非常之肥美咯,那但是呢,英國那頭,啊,就已經定下法例,就說這個蟹呀,魚呀各樣,魚蝦蟹啦,啊,都是有這個痛感神經的,所以,是列入這個愛護動物條例裡面,又叫動保條例啦,啊,所以很多人,經常就說, 啊,你去外國,還談什麼,自己是香港人啦,這些又是,那個頭卡有問題的,因為香港人,是在於那個香港的精神,你會不會,啊,談這個卵白,炒皮卵,啊,就是這個,不是哦,就是應不應該呢,你看那個小妹真的很小的哦,要不需要啊,蕭芳芳啊,啊,那個護苗基金出手來,譴責一下那個人啊,太過份了,是不是啊,食苗卵啊,今下叫,這麼小的都不放過,七十多歐了咯,那當然, 他呢,啊,這些又不是說犯了個什麼的法的,最多呢,就只能叫做失德的,啊,失德藝人,但是,如果人家將,那條線又移低一點的時候呢,啊,可能失德藝人都是一種,可以追究的刑事來的,啊,anyway,這裡,運州法院已經下令,那要全面,緝拿這個周卓華, 啊,咦,原來啊,澳門特區,啊,走不掉了,他,已經啊,將他大署調查,啊,就就是,洞過水,正如同許正宇一樣,這樣就說咯,從來,你在中國內地當然是可以賺錢啦, 在香港,你不要只是俗善其身,啊,專講這個中國才行的,你要承認,香港都是其一部分嘛,那所以,說回剛才,香港人的身份呢,是在於香港精神的流傳,在於一種文明的價值,在於守規矩得來呢,又愛好和平,這些才是香港精神, 無論去到哪,啊,都是一個香港人,生於師,就長於師,同樣地,你講一樣東西的時候,啊,怎樣會覺得崇高呢,就是因為難能可貴的文明價值,啊,包括自由,民主,法治啦,我們經常講的,公平對待,眾生,也就是以前教科書,是我要強調以前啦,啊,現在他不知道搞了些什麼的,就是可能是教你什麼叫生權合作,什麼就叫全面管治權,什麼跟你講全球, 人類命運共同體,他那個是騙運來的,啊,共同了命運之後就糟糕了,就是你那些福氣都被他吸收了,是不是,Into an abyss,暴盡的心坑,所以呢,大家聽到共富就很開心,聽錯字,是共富,啊,富資產的富,那這裡,說回洗米華先,就是其實,就必然是他的了,原因為什麼呢,你做澳門賽馬會,你開賽馬會,就當然啦,是要交投名, 投名狀,以及投名狀費用的啦,而投名狀費用的啦,而投名狀費用這個東西,我們又研究一下他交不交得起啦,就話說,由於要嚴防走資的關係,當局基本上都已經揭盡全力,全方位封禁,也所以,當然就收入大減啦,但是投名狀的費用,絕對不會少一分一毫的,結果,在支出大於收入底下,以洗米華行走江湖數十年,你說他會不會坐耳代幣, 很多都老貓燒鬆的,就如同大樓一樣,你有沒有猜過,啊,大樓,他走去買恆大才行的,你說不是,是金比,沒有大樓額頭啦,又怎會,就是他,和他的家人,是不是呀,又怎會容許家裏面,有一個人,將那些家當,走過去買恆大才行的,咦,結果還知道啦,情況就好像公如心一樣,大家還記得他,小甜甜的嘛,當日,我還記得,開發大西北那時呢, 受到黨的邀請,走過去有這棵田,這棵地,當然就跟他們,說有,說什麼改革開放的成果呀, 例子有些什麼發展,什麼發展呀,在新加坡都是這樣的,就是那時候,說些什麼蘇州源臨項目,總之呢,就拿了東西,那當然的啦, 合作的前提,啊,就是黨首先要賺錢先,到他賺了筆錢啦,還有些,啊,才分給你,那但是黨要養很多人的喔,結果這個又要些,那個又要些,奇拜之束呀,可想而知, 最不聽話那個,啊,都可能是華茂的啦,那結果呀,大家看到啦,就是,很多人,經常就嘲笑那個,風水師陳振聰,啊,還要,有,鋪天蓋地的新聞,在這裡形容到呢,說什麼, 千億史高自伯伯,史高自伯伯是誰,當勞德,就是有些金幣呢,跟著一個金幣池游泳那個,查實可能,那單東西才是堅啪啪,你想想, 宮如森,一個這麼小心的人呀,又怎會不知道,陳振聰是為什麼才行的呀,而為什麼,啊,仍然願意,跟他在一起呢,這個就,很難說的,冤豬頭都有文秘菩薩呀,那結果啦,宮仁森, 就是他弟弟,啊,又是,慶信了些,不知道什麼,V混混混啦,那又覺得,咦,單官司,可能有得打咯,那結果呀,贏就贏啦,單官司,不過呢,他也,沒有什麼益處獲得咯,結果,整筆錢呀,據說呀,就拿來做慈善,你一聽到這兩個字,你又知道什麼事呀,打指就吃黃年,沒得搞的啦,那所以,行走江湖數十年的洗米華,當然啦,不止一輪半爪的招式啦,我相信, 在此消彼獎的情況之下呢,他必定是想方法,去泵大自己的收入的,而他在做的事,國家有沒有利益分到呢,如果沒有利益分到的時候呀,三米煮成熟飯,就不再需要洗米了嘛,好多人,啊,經常認為,親政府呀,就是例如,譚詠倫那些,例如洗米華那些, 這些茶室呢,就好像回魂夜的出感,阿魯sir又跟你說,嘩,你這些情況,要立即動軟治理才是咯,於是乎,就帶明仔,極速走過去,送去護理啦,怎知道呀,一落到去,嘩,見到那兩隻東西,夜夜都找明仔去擋,就是這樣的情況咯,永遠將,黨認可的人民,放在第一位的嘛,第一位去擋的, 今會,塵埃落定啦,澳門特區政府重申,所有在澳門那裡,啊,就是做賽馬會那些啦,啊,必須嚴格遵守國家和澳門有關的法律規定,雖然,啊,那些法律規定可能有時候會有修訂的情況,啊,有空就修了兩東西,Anyway,那說完他的Announcement先,如果涉嫌,說違反這些規定的人的話呢,就是例如洗米華那些,就必會依法追究,絕不姑息呀,不知何年何月, 絕得上所願,又是陸頂記的澳拜啦,所謂非了準良工藏,弄了一場這麼大的龍鳳你看,啊,以為是真是國安大法針對的,其實是你呀,但我都說過啦,就是其實是隨機收割,和集體收割的概念,那目前,啊,都還有很多的富豪,陸陸續續呢,啊,就會進入這個範圍的啦,我們叫這些做隨機收割, 到隨機收割已經完畢的時候,啊,那立法會又通過幾條條例,再進行集體收割,那現在呢,就先稱住先,所以,負責任的話呢,啊,你就真是要叫些年輕人,喂,還有幾十年人啊,那啊,避開一下啦,不過沒辦法,苦口婆心,啊,到最後啊,要發生的,始終是會發生,業力不可思議,至少不要說一些違心的說話,還覺得有得搞,這些就不是什麼失敗主義各樣, 這些,叫安全主義,叫人安全一點,永遠都對的啊,又或者好像,明將,張秦一樣,漢朝時後,你看到,避手沽城,到最後啊,的而且確,做到非常之良好的掩護作用,那但是呢,你看一下那個城池,最後是什麼樣?嘩,那你要跟留下來的人,啊,就說聲,就是要有心理準備先啦,至少,那負得起這個負擔的,就等同,你去跳Bungie Jump的時候,已經知道, 會發生什麼啦,那其實你又真是可以,繼續堅持住,在那條橋那裡,嘗試一番的咯,人生有幾多個十年,有些人喜歡尋求刺激,有些人,就喜歡尋求安全,哪樣東西,為之正確呢?很難說,那但是成功的機率,啊,就有得計的,就是這樣這樣,好,今天講到這裡,